File就是直接可以用 剛剛我們宣告這個 FileSnapJet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做 OpenTestFile有沒有 然後呢我用這個方法呢 去開啟哪裡呢 Server因為我剛剛把那個 這名稱改一下好了 改成00.txt 那它路徑的話就是ServerMap底下 接下來的話呢後面 逗點 1的話呢特別注意 1的話就是讀取模式 那如果你今天2的話就是寫入模式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要讀 所以我們就給它1 然後後面的話呢我們固定就給它 叫False 直接就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把 檔案讀到什麼呢 讀到File 那接下來我要 再把資料讀成字串的話特別注意 第三個層次就是說 我這邊呢 因為我剛剛有個 宣告一個String有沒有 我就利用File點 它後面有個方法 什麼呢叫做ReadO 就是把裡面的所有的資料怎麼樣呢 全部都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裡 StR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裡面 剛剛這個裡面就是 這個12345678有沒有 如果我要讀進來到 StR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利用這個方式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我就把它秀出來 假設這個範例 你們可以另外再開一個檔案試試看好了 開一個新檔我們試試看 直接執行 最後秀出來有沒有 檔案內容就是這個 12345678 這個部分是讀 那我們就可以配合剛剛的程式有沒有 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再轉換成為圖了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以後如果說你要讀取外部的文字檔 它的方法其實這個部分都是一樣的 首先宣告這個兩個object 一個FSO跟File兩個object 再來的話就是宣告一個ST 接收我們最後讀出來的這個裡面的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FSO呢 它用Server.createObject 然後把這個叫scripted.filesystemObject 就把它宣告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DL 把它宣告進來 宣告進來之後呢 真正在讀的話呢就是 它有一個方法叫open test file 的這個方法 然後呢讀哪裡呢 Server.map paste底下這個路徑 那1的話就是read 就是只有讀取 2的話才是寫入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要寫入加1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2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話就false 預設就false 好這個 然後在最後再把它read到 最後把它秀出來 我想這部分的話 你們先試試看 如何做檔案的讀取 這個地方只有讀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不是